披霖小组使出蛮力 把坐在地上的男同学拖出来 用力往后摔倒 同时旁边的同学 则被两名远警压制在地 将他反手上铐 反科纲学生攻占教育部 警方执法画面曝光 再度引发争议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学生 更是还没满18岁的未成年人 要一步去报警 所以警察局是按照现行犯逮捕 所以就这样处理 刚才警察局长有承认说 这个SOP 我们也没有遵照当时定的SOP 警察局长是跟我说 昨天太突然了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处理 乔廖这是刑事案件 不是群众运动 但事发第一时间 北市警怎么处理 市长柯文哲坦言不知情 SOP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要要求说 那么什么样的情形 是要支揮台北市政府 所以还是 还是清楚的写个SOP出来以后 这样也厘清台北市政府 跟警政署之间的关系 看在当时放有望去 包含批令小组在内 现场两百多位优势几例 已经把抗议学生团团包围 警方在用束带 手铐对付索无寸铁的学生 中正一分局长辩解 这是在保护学生 为了避免自残或是伤其他人 如果说同学真的在现场 跑跌倒或是说 从楼上跌下来 发生生命危险 也不是我们可以 这个所愿意见到的 坚持正式正确的做法 警方回应让人哭笑不得 到底有没有过当画面会说话 好 接下来带你